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已经把最后锦盒的盒盖给掀开了 并推到了韩丽的面前 这个盒子那装着呢 可是本楼的镇楼之宝啊 不过就要看兄台识不识货了呀 韩丽好奇心大起 目光往盒内一望 顿时啊 惊得是目瞪口呆 锦盒内竟然放着一张孤零零的符 上面还画着一块金色长砖的图案 金光闪闪是栩栩如生 在看清楚此物之后 韩丽心思转动不停 马上联想到了自己那块画有灰色小剑的符路 难道是同样的东西 福宝 韩丽深深地出了一口气 不肯定地开口问道 田掌柜的恶然之色一闪而过 随后惊讶地说 也真没想到啊 丽兄竟能认出此物 按理说 这宝物应该很少有修仙者知道才是 兄台真是见多识光 在下佩服呀 韩丽听了之后 苦笑了几声 心里摇了摇头叹息着说 阁下呀 太高看厉谋了 这福宝在下也只是文明而已 对其知道的实在是甚少 不过 田掌柜的既然能拿出此物 那想必对福宝已经了解压了 还望赐教啊 这番话呀 那韩丽说的可都是真心话 他的确想趁这个机会呢 彻底了解一下福宝的来龙去脉 也省得一头雾水的一直下去啊 田掌柜有些意外地忘了忘韩丽 觉得这不是什么需要保密的事情 只是知道的人少一些而已 并不值得为此得罪眼前的大客户 就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并一一道出了有关福宝的一切 这福宝此物还真是大有来历 竟是结单期以上修饰才可制作的一种奇特物品 它是练出法宝的高阶修饰 把法宝的部分威力封入到特制福祉中 让其他修仙者也可暂时使出法宝威能的一种特制福禄 使其同时具有啊福禄和法宝的双重特性 被知晓其存在的修仙者细称为伟法宝 深受他们追捧啊 这种伟法宝非常特殊 制作它呢 需要结单期以上修饰才可以 但使用它 却任何阶层的修饰都可以 即使像韩力杀死的金光善儿那样的三四层功法的修仙者 也可以使用的四模四样的 只不过呀 注击期之前的修仙者不会凝炼之术 使用福宝只能发挥出福宝十分之一二的威力 与顶尖法器相比似乎高不到哪里去 而注击之后的修仙者就可运用心神明炼法 能把福宝威力丝毫不胜的全部发挥出了 那威力虽然不能像真正法宝那样惊天动地海啸山崩 但已足以蔑视其他所有的法器之类 因此上这注击期以后的修饰 人人都希望拥有一件福宝 这会让他们在争斗中大战上风和傲视他人 福宝的威力虽然惊人 但使用起来会不停地消耗存在其内的法宝威能 如果威能消耗殆尽 那福宝也就彻底作废了 因此如何控制法宝的威能使用 这倒也是一件不容忽视的问题 另外呢 这福宝的制作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了 因为法宝本来是结单其修饰才可炼制之物 不但数量稀少 而且始终要在修饰真源内 日夜淬炼以增加其威力 轻易是不会拿出来世人的 所以更别说要用其制作什么福宝了 要知道制作福宝可是相当于把法宝威能分取一部分的自损行为 每制作一枚福宝出来 法宝主人都要重新淬炼好久才能把威能再次炼回来 这可是典型的令人损己的行为 因此上一般情况下 没有哪位结单其以上的修饰会干这种傻事的 但是俗话说的好啊 世事无常 练就福宝这种看似愚蠢的举动 大部分高级修饰在大线来临之前都会疯狂的去做 为的只是能给后人或晚辈留下一笔不小的助力 要知道前人遗留的法宝经过长时间凝炼而重新被他人继承后 新主人是无法做到与法宝心神完全合一的 原有法宝的威力会丧失大半 这还要求此人也必须达到结单期才行 否则只能甘瞪眼瞅着法宝而无法运用分毫 如此一来 相比把法宝完整的留下来 还是炼制福宝对他们的后辈更为的适合 但是炼制福宝其限制也很多呀 首先呢 每枚福宝能封印的法宝威力 最多只能是法宝威能的十分之一而已 只可减少不可增多 因此即使根据同一件法宝所封印的福宝 其威力也是参差不齐各不相同 那么其次呢 炼制福宝不但会让法宝威力降低 还会让法宝主人元气损失很多 所以持续炼制福宝的情景是不可能出现的 每一次福宝的炼制 法宝的主人啊 都要歇个三年五载子才能恢复元气 这还是在其不浪费真元 不打算重新淬炼法宝的情况下 否则时间还会更加的长久 因此上 修签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 大县来临前的高阶修士 通过作画前的准备后 其去世后所留下最有价值的东西 往往就是一枚威力大简的法宝 和树枚封印着同样微能的福宝 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 杭力听完了田掌柜的话后 这才对福宝有了一定的了解 不仅又打量了一遍景盒中的这枚福宝 这张叫金光砖福宝 是本楼不惜巨驾 从某个小家族中收购来的 是丝毫未曾动用过的崭新福宝 换取利兄的这株千年灵草 绝对绰绰有余啊 田掌柜最后用一副 吃了大亏的口气连声说道 杭力呢暗自冷笑了一下 一点也不相信 对方所说的吃亏的言语 顶多也是各有所求罢了 自己的灵草在对方的眼里 肯定比这枚福宝只高不低 怎么样啊 利兄准备换取哪一样物体啊 田掌柜笑着问道 韩力文听此言犹豫了一下 有点拿不定主意 他呢本想再多好几家商铺 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法器 可眼前的这几样东西的确都很不错 很合他的心意 让他放弃一部分 心里可是万分不舍 特别是那件金光砖福宝 那对他之后的帮助就更大了 他一定要拿下的 这几样东西 在下都比较喜欢 打算都要了 思虑了好一会之后 韩力下了决心 他觉得就在这万宝楼一家 把东西买齐了 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 最起码会减少他人对他的注意 把千年灵草的影响仅限于万宝楼而已 这都要了 力兄莫非是在开玩笑 田掌柜听了韩力的话 脸色阴沉了起来 他以为韩力狮子大开口 一想天开的 打算用这一株灵草 就换走所有锦和宝物 韩力见此 微微一笑没有分辨 他又从储物袋中 拿着一个一模一样的盒子来 放到了桌子上 用两株千年灵草 换你锦盒内所有的宝物 韩力缓缓地说道 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 这田掌柜的又惊又喜 顾不得回复韩力的条件 先急忙检查了一遍 新出现的灵草 更确定这新灵草啊 确实也是和第一株 同一样的千年灵药之后 还用一种异样的眼神 重新打量起韩力 毕竟一下子能拿出两株 罕见灵药的人 怎么也值得他万宝楼 予以重视了 而韩力呢 带着个斗力 田掌柜的无法看清 对方的表情 就越发地觉得 对方神秘了 因此犹豫了片刻之后 就果断地说道 好 既然力兄如此说了 那在下可以退让一步 予以答应下来 但是田某对兄台 有一个小小的附带请求 如果力兄以后 还有什么灵药之类的东西 在下希望兄台 还是能优先考虑下本楼 田某的出家 绝对会让阁下满意的 韩力黑黑干笑几声 不知可否的点了下头 但心里却也在叹气起来 知道对方还是起了疑心 看来这种以灵草来换宝物的买卖 以后啊 还是尽量少做得好 否则非惹出杀身之祸呀 田掌柜的 可不知道韩力的真实想法 先他点头答应后 心里大喜 如果眼前姓丽的家伙 真的还能给他搞到千年灵药 那他今天放了点小血 退让这一小步的代价 完全值得 于是田掌柜和韩力 分别交换了物品 收好了各自的东西后 双方皆大欢喜 而韩力呢 就此告辞 离开了万宝楼 连访式也丝毫不敢再待片刻 就迅速地走出了仿式的陷飞范围 立即飞离了此地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为什么这么快呢 他因为害怕万宝楼派什么高手 暗中跟踪自己 他并没有大摇大摆的 直接向黄蜂谷飞去 而是直接飞离了太阅山脉 并在离开了足有三四天的路程之后 才放心地兜了一个大圈子 又向往黄蜂谷飞去 三天之后的傍晚 韩力进入到了太阅山脉的外围 因为天色呢 即将黑下来 他为了安全起见 就找了一座隐蔽的石洞 想歇息一晚 然后明日再赶回到黄蜂谷 这一座洞穴 位于某个山坡的半山腰 前面还有几堆凌乱的山石 挡住了洞口 从外面轻易无法发现 韩力也是凑巧才能注入其内的 吃了点东西之后 他就合一靠在石壁上 运功养神起来 不知不觉到了下半夜的时分 就在韩力似睡飞睡之际 忽然听到衣衫带衣的声音响起 接着砰的一声 似乎有人双脚落地 从空中飞落到了洞外 韩力心中一惊 睡意顿时全无 难道是万宝楼的人追杀自己了 韩力不由得往最坏的地方想去 师妹 这里环境不错 而且偏僻无人 我看就这里吧 一个有些熟悉的男生 在洞外响起 韩力有些恶然 但总算松了一口气 既然不是万宝楼的人来杀人夺宝 那就说明对方只是路过而已 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师妹 何必用这种眼神看我呢 反正你也未尝过男女之欢 如今师兄就好好的疼爱你一番 也好让师妹此生没白做女人 否则一会儿就要消香欲允 岂不浪费了这副好皮囊 男子的声音始终不急不缓 温柔至极 但话里的内容却实在是 阴晦无情 韩力倒吸了口凉气 外面这到底是哪位兄台 竟能用这种口气 说出这种先奸后杀的勾当 实在是佩服至极 而且外面只有男生想起没有女生 这说明这个所谓的师妹早已经被其制住了 现在恐怕连口都无法张开 不过这男人的声音如此耳熟 应该是他见过之人 想到这里 韩力好奇兴起 不仅无声无息的往洞口处前去 是吧 女子衣衫破裂之声响起 并伴随着这名男子的吟笑声 来 先吃颗和欢碗吧 否则一会儿可没什么情绪了 师妹 你别用这种眼神看为凶啊 其实你以前不是很想住几后和我双修的吗 这也算成全了你的心愿呢 男子有些忘乎所以的笑了起来 这个时候韩力摸到了洞口处的一块山石之后 开始偷眼的往洞外空地处望去 只见一名白衣男子半蹲在一位妙龄女子的身侧 正肆无忌惮地在其胶躯上抚摸着 并不时地扯下一溜溜的一条来 那女子披头散发 韩力看不清其面容 但身体却一如胶嫩白羊一般赤裸了大半 露出了洁白富有弹性的肌肤 特别是那对半眼半盖的丰满苏兄 真的是让人气血上升 深深勾起男性的兽性啊 原来是他 看清楚男子的面容后 韩力既有些吃惊 也有些恍然大悟 这个男人不是别人 竟是和慕容兄弟打斗过一场的那位 心眼狭小的陆师兄 果然是个人面兽心的家伙啊 就不知他爪下的那只小白羊 是谷内哪位倒霉的师姐啊 不知道是不是这位陆师兄 听到了韩力的心语 竟无意中用一只手 俯开女子脸前的散发 露出了一张娇美但怨毒无比的面容 怎么会是他 韩力看清楚了女子的真容后 差点咬上了自己的舌头 这 这不就是那位在小山上 始终和陆师兄亲亲我我的陈师妹吗 他本身就是陆师兄的情侣啊 怎么这位陆师兄脑袋坏了 好好的要自己女伴 玩什么强奸杀人的游戏 只是看陈师妹两眼烹火的样子 也不像是情侣间的戏耍呀 韩力眨巴眨巴眼睛心里有些糊涂了 找到了 突然陆师兄停止了在女子身上的举动 惊喜的教导 他的一只手上多出了一个小巧玲珑的储物袋 陆师兄不再理睬这位陈师妹 而是呢把储物袋往地下一放 从袋中攀出了一大堆的物品 既有法器 服录之类的东西 也有一衫内衣等女子隐私之物 陆师兄对其他东西视而不见 反而在那些瓶瓶罐罐盒子等类似的物品中 翻找个不停 似乎呢在寻找着什么 哈哈哈哈 在这里在这里找到了 啊我就知道师妹一定会贴身携带的 果然不假呀 陆师兄欣喜若狂地从那堆东西里 翻出了个红色的小木盒 盒盖已经打开 但行李因为角度的问题却看不清楚这盒里边的东西 好奇心就更强了 但是却不敢轻举妄动 要知道 对面的家伙如此的狠毒 连自己的女伴都能下手 如果自己这个师弟被他发现了 那更是要杀人灭口 不死不休啊 而且对方封属性法术的威力 他可亲眼看见过 不论是攻击还是防御都是犀利无比 可不是他这个只会三脚猫法术的人能相比的 更何况对方法力也比他身后的多 是在十二层中阶的样子 如此一来 无论是法术还是法力 他都绝对处在下风 似乎没什么胜算呀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75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